下一個要教的是一個重點 叫做用電安全 包含後面有一個蠻無聊的內容 蠻無聊就是它屬於國民生活 時事等級都聽過很多了 我們之前教過這個 我們說以前考試 會考說給一個電路 問哪個燈泡會亮 哪個燈泡不會亮 不會亮有兩種 一種是當時教過的叫做斷路 圖上就是斷路 那種路斷掉了 斷掉了 不通了 燈泡就不會亮 還有一個不會亮的原因叫做短路 短路也不會亮 短路也不會亮 所以畫一個圖問你哪個燈泡會亮 哪個燈泡不會亮 空路就會亮 斷路或短路就不會亮 那啥叫短路 就是一個沒有電阻的路 我們這圖上面 我們都假設同島線沒有電阻 電阻非常的小 那所以電流流過來之後 有一個是幾乎沒有電阻的路 有一個是有電阻的燈泡 所以電流都進走那個沒有電阻的路走過去 所以燈泡上就沒有電流 它就不會亮 不會亮 所以這個現在叫做短路 有一個沒有電阻的路 讓它去走過去 所以大家都走這條路 不去走那個有電阻的路 這個現在叫做短路 叫做所謂的短路 這個情況會很慘 這個情況會很慘 因為這要叫病聯 這要叫病聯的什麼意思呢 總電阻會變得更小 所以總電流會變得更大 更大的總電流幾乎都在走同島線 它就會變成有很大的電功率 很大的電功率 它就容易發燙發熱 然後就產生我們等一下就叫做所謂的電線走火 發生危險 重點是你要看出來它叫做短路 然後它的燈泡是不會亮的 所以剛剛講說它可能會發電線走火 因為電流很大 有很強的熱效力 你的絕緣皮可能會化掉 然後就碰到危險的事情 好 這裡 來 課本習題很簡單 請問你A跟B都會亮嗎 沒有 B會亮A不會亮對不對 好 問你A為什麼不會亮 發生了什麼事情 短路 課本習題嘛 都是最簡單最基本的題目 但下一題比較有意思 請思考一下 現在這裡有三個燈泡 一二三 有一個是壞的 而且只有一個是壞的 恰有一個是壞掉的 我想知道是不是燈泡一壞掉 我可以怎麼試 我明示你做吧 做吧一 直接看一會不會亮 一會亮就是好的 一不會亮就是壞的 就是做吧一 做吧二 就看二跟三 二跟三如果不會亮 那就表示其中有壞掉的 一就是好的 二跟三如果會亮 二跟三如果會亮 就要是二三是好的 一就是壞 那我怎麼去試 我怎麼試一試 會直接看到 一會亮不會亮 我要怎麼去接 會看到 沒有壹 二三會不會亮 二三會不會亮 我給我幾種接法 我可以測出來 我給我幾個接法 我可以測出來 好 我已經明示你做吧 直接看一 一有亮就好 一不亮就 壞 OK嗎 二 看二三 二三會亮 一就是壞 二三不亮 一就是好的 OK嗎 來 我們找一位 這位是大美女 不是你們辦沒這齁 十四號 你們要沒有十四號 十三號 起立 你根本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你根本就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你錯 我可以接假貨餅 我可以用假餅 假餅是接誰啊 假餅 假是接A跟B嘛 假是接A跟B 你如果接A跟B發生什麼事情 如果你接A跟B 一會不會亮 不會亮 一短路嘛 就看到二跟三 二跟三如果都不亮 就要去看 就要去其中而壞 就要串聯嘛 就要去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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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如果都亮了 就要去2-3是好的 1就是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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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 所以我接AB到1不會亮 直接看23亮不亮 那我接B什麼意思 接B珠 接B珠表示2跟3都短路了 23都短路了 我只有看到燈泡1 所以燈泡1會亮就是好的 燈泡1不亮就是壞 燈泡1不亮就是壞 所以這樣我們就知道 就是我們做的簡單小練習 就是燈泡亮不亮 段路不會亮 短路不會亮 要通路才會亮 要能夠看出來那東西是不是短路 就是我們要學會的重點 OK